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 那个公司里面的那个自动钢死人气断机 它可以 来镜头近一点啊 可以分明你看 现在现在的功能是气断 可以熔断 然后还可以 气断不皮 气断不皮打花 可以熔断打花 气断打花 熔断气断加打花 这么多功能都可以一体化 然后就是 就是钢死绳从方向盘过来一直到他所需要的设定的这些功能 一次性到位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方向盘 但是 正常的正常都是四个 木盘 等于四根钢死人 也一起减的 所以说 自动化的程度比较高 然后速度比较快 效率比较高 好的 我设定开始啊 你看现在是 他剪的长度是850毫米 数量是8万根 他现在已经剪了980根 上面都可以设定了 他这样 剪裁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嗯 基本上 不会超过增幅一个毫米 好的 嗯 嗯 这 这里 是7缸 驾注缸 是全面推的 哦 这前面是夹着钢线往前面牵引的 后面的气缸 它会保证每一次出来的钢线长度都是一模一样的 夹着钢线的位置也是一样的 所以它扑拉出来的程度也是一模一样的 明白明白 这里就是切刀 这个是切刀 你看这里像这个 这个就是红钻的模具 这个就是打花的 这个就是破皮的刀 它只要夹着钢线 所以是这样子 因为钢线的部分 钢线它只要夹着钢线 所以已经没有给大家展示一下钢线 所以大家夹着钢线 给大家量一下 这个的钢线真的很低 因为这个钢线 放不下钢线 基本上是850 所以550 好的 要稍微的部分 要不及重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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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